作詞 李宗盛 Qua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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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之当空 恩怨修怀 舍无厘米 流程不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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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 到外边给我跪下 是 师父 这车有妖怪 总算抓到他的把柄了 师祖跟师父 肯定在里面商量怎么惩罚他的 可惜了 没有在他房间 找到咱们藏经阁的藏书啊 这也足够了 师父亲手在藏经阁抓到他 难道他还讲狡辩 韩石 师父 那妖怪 他居然敢 清云 你说谁是妖怪呀 好 师父恕罪 弟子妄语 清云啊 怎么晚了 还不在自己馆内休息 究竟为了何事啊 启禀师父 那妖 那石师弟 未经师父允许 擅入藏经阁 而且就弟子观察 绝不是第一次 那你的意思是 怎么处置 此妖野性难逊 而且又偷入藏经阁 盗取经书 以弟子看 李当 逐出师门 藏经阁 只有为师的准许 才能进入是吧 是 可为师也没有明令 偷入藏经阁 该如何出发呀 如果把他逐出师门 是否有失功允呢 这 求知之心 人皆有知 这次磐石 也是求知心情 如果对他 如此重发的话 恐怕 会是冤枉于他吧 那 依师父的意思呢 好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日后 我定斥责他一份 斥责 只是斥责 师父 您如此互断 将来那磐石 若是闯下大祸 必定会连累师门 权神上下 恐遭大祸呀 师父 那磐石执念吉时 生性顽劣 亡无法计 他要是学无所成也罢 倘若他要是真的得了珍宠 那天上 地心 还不得游着他去呀 您这是为祸苍生啊 师父 你又不是众生 你怎知道该如何是好 那磐石虽然生性顽利 却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 纵然日后闯下大祸 也是他私入藏经阁偷寻 与我万空山河干 师父 退下 弟子 告退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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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是啊 师父 欣元师叔 师父 师父 真对我不成 也不用丧气成这样吧 这是有多大的仇啊 福二 来 进来 师父 欣元 你这个丸石啊 竟给为师惹祸 今后不许如此 往后必不如此 往后再去藏经阁 定不再让师兄发现 你 你这块丸石啊 竟是给我出难题呀 您要是怕麻烦 索性给我一道守令 让我进藏经阁就好了 也不会再发生事端了 徒儿啊 你倒是机灵啊 师父要是许了你 那些虚为高的门徒 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你听明白了 那个藏经阁就在那里 不移不动 每日寻事两次 一次虚时一刻 一次 卯时三刻 你进得去便进 进不去 休要多焉 守令的事 不要再提了 另外 为师每日 柴人清点经文 如若少了三本以上 唯你试温 三本 那就是说 每次只准借两本 抄完了还回去 还能再借咯 这老头子到底 葫芦里卖什么药啊 你试温 师父 弟子有一事不明 请讲 师父您说 我的行者道您教不了 可这几日 我看了几本行者道的经书 并没有多高深奇艺啊 为何您教不了 有些事啊 我想改 却改不了 如若你想改呢 也需要 莫大的勇气 和机缘啊 弟子不懂 你要的答案 我已经给你了 退下吧 是 还好没事 刚刚真是吓死我了 磐石 我跟你说 自从你进藏金阁以后 我每天都担心你被抓 刚刚真是好险 我以为你死定了 出了这事更好 现在摸清了老头子的心思 再去藏金阁 我心里有底了 你还要去藏金阁 叶磐石 我说你以后 能不能别去藏金阁了 我担心他们把你赶出去啊 这次只是万幸 那下次 下次可说不准了呢 老头子莫许啦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每次能借两本 两本啊 不准了 研究经书的时间到了 我的书呢 谁拿走了 潘石 刚刚徐晓师兄气冲冲地闯进来 我怕他们把你赶出去 可以 可以 好好好 别哭 没事 没事 师父不是没惩罚我吗 别难过啊 书可以再偷再抄不就行了吗 我怕他们把你赶出去啊 所以我看到有人冲进来 我就把你的书藏起来了 是你把书给藏起来了 我跟你说啊 如果再遇到这种事 你就不要管了 他们要问起 你就说一概不知 那不行 那你怎么办啊 如果他们找到书的话 你罪则会加重的 我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我可是天下无敌一盘石啊 天下无敌 又胡说啊你啊 胡说 等我出师了 我到时候在山头上挂着 天下无敌的旗号 谁要是敢惹风铃生气 要是敢欺负你的话 我就第一个站出来 帮你解气 那要是你惹我呢 要是我惹的 那就暂且 记下来呀 以后再说 不行不行 昨日之祸 青云怕是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 需要暂且休息一段时日 凌云 你去通知三师兄丹童子 让他回山吧 师父 您老人家又不是不清楚 这丹童子师兄和青云子师兄情深意厚 而且行为乖章 如果让他现在回来的话 他肯定替青云子师兄出头 这偷书的事情也就无法了结了 师父 那到时候 这个完食失地恐怕就 就要吃点苦头了 师父 您这是 师父 我现在就下山 去把丹童子师兄召唤回来 师父 我去了啊 该来的 终究要来 希望一切 都来得及呀 做优惠 尔主 骆穹 赤骨 鲸骨 鲸链 这个小妖 竟在西流之中 失去了踪迹 只留下这三处 刻意之地 万空山 解空做事 陛下 黑魔王 恶骄王 藤魔王 四吐王 鱼戎王 蜜猴王 这六位妖王聚集凡间妖众 围惑人间 臣愿请旨 剿灭六妖王 恢复凡间祥和 微臣 那这凡间缴妖之事 便辛苦你了 飞龙 在 一会儿你指 命天和君剿灭六妖王 是 陛下 谢陛下 对了 这岳树上 长出来一个你的花蕾啊 朕可以和圣尊商榷 施法破例将它修去 你呢 便不用再多虑了 陛下 这花开花蕾乃是天意 就顺其自然吧 不休吗 男子汉大丈夫不休 如此便随你吧 朕也正好少了不少事 不过往后若是因为此事 触犯天条的话 朕可不会训私啊 定会秉公执法 你可想好了 臣 想好了 老 blonde 没事吧 没事吧 对 我不想 001 不要 你 快 你 你 我 在哪 快 som 救命 你的手 那彩霞还带着烈日的余热 灼伤之力 堪比三昧真活 下次不要这么直接冲过来了 不用担心 我没事 那不是那个好帅好帅的 北辰元帅吗 他刚刚对你有救命之恩 你是不是要以身消血啊 糟了糟了 彩衣寺让我弄成这个样子 太阴元军知道了 一定会打死我的 刚取下的彩霞 才做成彩霞衣前本就危险 你是第一次来彩衣寺做事 难免会疏漏 放心吧 我会帮你在太阴元军面前求情的 韩霞姐姐 谢谢你啊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事 不会再大意了 好 我们继续 你们的任务都写在折子里 马上把手头上的事情全数处理好 将重心放在剿面六位妖王之上 是 是 是 元帅 霓裳仙子求见 如何 元帅还是不肯见我 他是不是还在忙 如果是的话 那我便再等等 仙子你还是先回去吧 元帅说了不见你 即便你等再久 他也还是不会来见你 也是 元帅公务繁忙未能相见 霓裳离姐 只是他在彩霞寺为了救我而受了伤 这是我特意备的丹药 能助他疗伤 劳烦务必交给他 仙子有心了 那我再试试 慢点 再试试 拍摄 试试 这 可 试 试 我们不要吃饭 我们不要吃饭 我要都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你确实饿着肚子咱们休息 这没有食材怎么做饭 这没有食材怎么做饭 厨房的食材要师父手量 才能采购 这几天啊 恐怕都不工业饭了 别吵了啊 我的星星啊 都别吵了 听我说两句 今天咱们该送哪本经书啊 虚静天经 胡说 肯定是玄妙神经 虚静天经 玄妙神经 本来就是玄妙神经 玄妙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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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观众五人主持 都已乱成一团 求师父主持公道啊 求师父主持大局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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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持大局啊 师父 这臭事到这 臭事 就是 这臭事 师父避闻不出 都是被这个臭石头给害的 妖怪到底是妖怪 在门外整整跪了一年 死赖着不走 刚一进来 就突入藏经阁 被师父得个正着 师祖还不管 真是老狠的徒 是啊 师祖当初就不该受他为徒 对 对 如此聪颖 就该让他在门口 跪划了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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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祖不管 三师伯可不会不管 等三师伯回来 可有他好受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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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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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问 您神经巅峰了 我终于达到行者到第一阶段 您神经巅峰修为了 先把求准大法放一放 首先提升修为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你神经巅峰 绝儿 我修成了 我修成了 我很快就能为你讨回公道 很快就会回去接你了 我会加紧修炼 早日达到 第二阶段那神经 这才一个月不到 就是您神经巅峰修为了 这吸收灵力的速度 恐怕只有我哥能赢了 想不到你吸收灵力的速度这么快 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能力 能办多大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石头 你的金丝券呢 我当年在海上见到那个人 是你吧 十多年了 刚刚才发现当年的是你 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 兴许是缘分 当年多谢你救了我跟雀儿 雀儿 是那只金丝雀的名字吧 当日间他伤势严重 现在可好 死了 所以你为了他 才要强行突破的那神经 你可知道 你遇到了瓶颈 这样下去就是个死循环 如果你强行修炼的话 不仅会给身体带来剧透 而且 不会有半点提升 甚至每次修炼 都是白费力气 不仅仅你这么了解 有什么解决之法吗 当然有了 不过 我是不会白白告诉你的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答应我个条件 我就把我哥的突破之法交给你 但是 你得答应我这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现在做不到 等你做到的时候 我自然会告诉你 这 这有意义吗 跟一个凝神镜的人要承诺 这有什么意义啊 当然有意义了 你刚来万空山没多久 就把这儿搞得乌烟瘴气的 万空山上上下下的人 都以为解空祖是老糊涂了 收你这样的徒弟 但是 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相信 大名鼎鼎的西方上古大仙 解空师祖 不会随便收一个徒弟 而且我看过你吸收灵力的速度 我相信 这个承诺一定是有意义的 那要是我到时候 不履行承诺呢 不会的 你为了金丝雀 一定会履行这个承诺 放心吧 这个承诺 不会违背你的本性 好 我答应你 明天开始 合作生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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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res ami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没见师父 就到你这儿了 你说你 为这事闭什么门哪 心师弟欺负你 你是丢人丢到家了 丹童师兄 师父此番作为 显示有误 如此这门 门内宫里何在 有误 什么是有误啊 我真不明白你脑子里想什么 这对错有那么重要吗 这世界上只有强与弱 是唯一的依据 只要你够强 你说的话就是对了 我已经派人盯着他 我倒是要看看 这块石头凭什么当我师弟 杀了吧 杀谁饶命 行者到的瓶颈 就是执念太深 只有杀了他们 才可以化解执念 缓解痛苦 可是 可是什么 不过是两只小妖而已 杀得也无妨 小妖而已 是啊 我也是妖 那我也该杀吗 妖天生就该死吗 杨兰 我以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原来全都一样 这样的合作不要也罢 你发什么疯 你要突破我就给你找办法 这和你是妖有什么关系 自己强大不就行了 风铃 把他们两个带下山安置好了 你知道我为了这两只妖 跑了多少里路 这万空山灵气缭绕 解空又将盗罐设在此 这里里外外无数的法阵 岂是这两只妖可以接近的 别说了 这两只妖 不管怎么样 我不会杀他们的 如果这是你的办法 那我们的合作也没必要 带他们走 你要去自投罗网吗 走 不用 你管 丹童子已经回来了 就在藏经阁等着你 就算送死 你也愿意 我不接受你的提议 我除了去藏经阁 找解决办法之外 我还以为有别的选择吗 你 谁 谁 丹童子坐下弟子敬意 拜见师叔 你是来抓我的吗 你是来抓我的吗 师父没想过要抓师叔 只是命弟子 好好揍师叔一顿 还请师叔 不要反抗 您神经 看这个消息窝啊 不会有影响吧 不过有影响吗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没事吧 走 子冰 没事吧 你 还是 是 风铃师妹 今天的事跟你没关系 你让开 不让 你们谁都不去伤害他 让开 他们是丹童子派来的 不会像关内的弟子一样 忌惮你 还是你撑着点 我去找师祖 别 都什么时候了 你别逞能了 别叫那四老头 小师妹 你若不让开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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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al 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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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不过他们的 是你要对不起你们 是你要对不起你们 来呀 尤达跟我单挑啊 不会是怕了吧 你只要求饶 只要朕输 不 我们就 有胆就来啊 那么多废话干吗 来呀 把我打倒 为什么要站起来 真傻 不想了 不想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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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哥找虎了 找虎了 这次算你走运 走 走 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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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磐石你没事吧 磐石 磐石 磐石你醒醒啊 磐石 磐石你醒醒啊 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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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岚 火烧藏金阁 你可知罪 藏金阁是我烧的 有什么不敢认的 不过 堂堂化神进修为 大名鼎鼎的丹童子 一回道观什么都不做 直接就拿小师弟开刀 这麒麟小师弟的罪 你敢不敢认呢 凌云就是这么教徒弟 和师长说话的吗 这事得问磐云子吧 我问你 火烧藏金阁 你是受人指使 还是与人同谋 倘若 你共出同谋 我可以考虑重新发落 就一个藏金阁 我想烧就烧了 同谋没有 不过 又阴倒是有一个 又阴 就是你 丹童子 放肆 杨岚 你火烧藏金阁证据确凿 纵魂回山 毁损藏书 按门规 判以七剑断脉之刑 三日后 行刑 师父 这七剑断脉 别说是练神镜的修为 就算是化神镜修为 他也承受不住啊 师父 您就出个面 劝劝丹童师兄 减轻对杨岚的惩罚吧 家有家法 门有门规 这是他自己选择的 理应承担这个后果 这杨岚是杨岩的妹妹啊 倘若杨岩知道 他妹妹在万公山受到刑罚 他一定不会善把甘修的 法里不外乎人情 师父 您就劝劝丹童师兄吧 师父 您是我的师父 我是杨岚的师父 我这做师父的 怎么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徒弟 受到重罚而做事不管呢 我凌云子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求过你 这回我真的求求你了 您帮帮徒弟吧 帮帮我 救救我的徒弟杨岚吧 师父 杨岚火烧藏经阁 是事实 是罪不容赦 如果为师出面相救的话 对其他弟子 恐怕不公吧 师父 带同师兄 带同师兄 等等我 师兄 你怎么才回来呀 这段时间心痛你了 师兄 师兄 你就对杨岚网开一面吧 您要是气不过的话 您打我呀 打到您满意为止 我绝不还手 还手 你打得过我吗 整天跟毛妖魔鬼怪混在一起 一见到我就跟我说这事 你说你这人 是不是没心没肺啊 我告诉你啊 这事没得商量 我不就是没跟你请安吗 别 眼不见为敬 赶紧走 不然我怕我管不住我的拳头 别别别 气打伤身 气打伤身 师兄 你就放过杨岚这一次吧 我知道你是公正言明 刚正不阿 可是有的时候 也得大人有大量 心胸宽广一点不是吗 我怎么就记得 你说我性格古怪脾气火爆 瞒不讲理啊 没有没有 我绝对没有说过 那肯定是我喝酒喝多了 我胡说八道的 你别往心里去啊 不是 你看看啊 我这流云阁里收的都是什么呀 非妖极怪的 我难得收了一个 这么根正苗红的传人 师兄你就多多理解嘛 要不这样 损坏的藏经格我来修 经书我来补 补双份怎么样 师兄 那 那少罚他几件 别罚七件都行了吧 给我个理由 杨岩 这杨岚是不是杨岩的妹妹啊 看在杨岩的份上 看在杨岩的份上 少罚一件 还有啊 他还是物定真人的前徒弟 咱们有些相互情 看在这十二斤鲜的份上 少罚他一件 对了 还有 他还是 师弟 我最讨厌你这种 对任何人都嬉皮笑脸的样子 尤其是你这弯弯绕绕的道理 别糊弄我 我丹童子不吃你这套 好 你走有退一步的条件吧 你开出来啊 不错 我是有条件 只要他承认 火烧藏经阁有磐石的一份 我就免去他七件之行 不行 不行 杨岚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七件断脉之苦 受尽了七件之行 你全身上下筋脉巨断 而且要折损三百年的修为 三百年啊 筋脉巨断之后 修为也停滞不前 倘若是普通的修为 这一辈子就毁了 是 杨岚 我知道 你是不愿意攀咬小树敌 可是 丹童师兄已经开口了 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一人做事一人当 本来火烧藏经阁 就是我自己决定的 与他人无关 要我杨岚为了自身的安全 去攀咬别人 这事我做不到 不行 来 磐石 磐石 磐石你终于醒了 凤凌 火烧藏经阁 谁救我出来的 是杨岚 杨岚 怎么会是他 好 花孤叶却无禅一生一灭 茬那间 粉无欲却似你语俱一栾 清新鲜 月皎洁 逃不过阴晴缘 却惹人脸 蝶片剑 飞不过曾经沧海边桑田 我飞月 剩下无千年 仙剑与人间 我尽光生死轮流转 爱恨一线前 只愿俯视台前 留不住三少年 回眸望一眼 悲欢离荷花语言 我无言 醉涌草木面 心无天地线 一双眼 红尘里分辨 四字与深陷 若是望我流连 谁令我心光线 三生去一年 化为瞬间的火焰 三生去一年 化为瞬间的火焰 一切火焰 缘越咱